还在翻墙上脸书 这活生争的例子 新兵时期就给你退回来 前面说过部队在使用手机 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上成人网站 外网朋友圈发军装照 在社交软件暴露军人身份等 都是明令禁止的 前几天有位粉丝给我留言 大致的意思就是 走的是空军 带的是新手机 但单位要求将旧手机寄到部队 进行例行检查 当查到有过翻墙上外网的经历 直接退兵 而且属于政治退兵 虽不像自己拒服兵役退兵回来 罚款攻势那么严重 但对他的影响也确实不小 比如到派出所办手续 就没有那么的顺利 之前还有粉丝留言 说在走兵正审期间 武装部家房的时候 查到手机有上外网 不健康成人网站的经历 导致正审没有通过 所以如果你想当兵 你这一些一定要尽早注意 不要再接触这些不该接触的东西 只要你接触过 就不能通过正审 甚至在新兵时期直接退兵 对你今后的人生 是带来不好的影响的 另外再说一句题外话 在你们看来 参军入伍不就是当兵几年 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很容易一样 实际上参军 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成为一名军容是很光荣的事情 你不要轻视 不要无所谓 你的态度也能直接决定 你在这条路上面能走多远 最后希望樊叔能为我们解答一下 上不健康的成人网站 和我们翻墙上外网 是不是属于违法行为 那我就提前感谢樊叔 希望大家也多多点赞 让樊叔看到 抖音